从头到尾警政署长王卓军只有这一次的发言 但是在发言的内容当中我们听到了什么呢 听起来好像有很多的状况 这个警政署长王卓军并不是很了解 因为他刚刚所谈到的近距离开枪 事实上是压着头开枪 也就是在场记者追问的那个部分事实上是对的 而不是像王卓军所说的那样的否认 而另外一方面到底这个嫌犯的动机是什么呢 那么他呢 这个警政署长王卓军 他的说法呢是说因为回报的情况 这个凶贤是这么讲的 但是他只有说还要查证啦 那我们听听看 那么市议员的这个候选人 陈宏元他自己本身 他后来呢也有针对此事发表的谈话 那么当然对于凶贤开枪的动机仍旧存疑 我们听听看 不管这个凶贤哦 针对的对象是我 或是圣文哦 相信哦 谁都不愿意 乐见发生这种事 我策略哦 守候在台大哦 只是确认哦 圣文的生命无欲 宏元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帮圣文祈祷 让他能早日康复 针对 晚会现场受波及的那个黄先生 宏元感到非常的抱歉 非常的遗憾 我们将会尽力协助家属 处理后续事宜 有心人士为了选举利益操纵这样的事实 让我们感到很心痛 请大家做 请大家做 联盛文的后盾 做市民的后盾 让我们一起对抗暴力 找回和平的台湾 我想有关于昨天 这个陈光源副议长 他在这个昨天晚上 最后一个晚上 严慎文来帮他助讲 来帮他站台 那发生这种事啊 可以说非常的遗憾 而且我们要严重严正的 来谴责暴力 要杜绝啊 这种行为 那当然 在整个过程当中 因为 在报章媒体上面的披露 是说对象 是要针对 陈副议长陈红源 但是 昨天 我们所看到的 陈红源 跟他的太太 两个人 身上都匹有彩带 而且 连胜文要上来的时候 主持人还特别的介绍 因为 我刚讲完话 那我本来是要赶到 板桥竞选总部 所举办的晚会 那因为连胜文上来 所以说 我就帮 陈红源 护议长 跟 连胜文在那里 呼吁句 助选的口号 那 呼吁以后我就下台 一下台 握几个人的手 后面我就听到一声 以为是鞭炮声 一回头 转身 就看到 连胜文满脸 都是血 而且走几步啊 就 倒下去 我直觉上 那时候也很慌 就 打电话 要他们赶快 联络救护车 所以说我也质疑啊 因为 陈红源他们夫妇 身上都有 批彩带 目标对象要是 陈红源的话 那 因为他很明显 而且 连胜文 上来的时候 主持人还特别的介绍 所以说这一点啊 好我们听到了 这个林德福陈红源 他们的这个说法 能回应 还是质疑 这个凶险怎么会认错人